七合一选战蓝绿磨刀霍霍在宜兰县的部分 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署长邱淑提 他在今天上午举行了记者会 表示日前媒体民调显示 他在宜兰县的支持度有15% 考量到地方相亲未来的发展 他将会慎重考虑是否要投入宜兰县长的选举 最快二月底会对外公布 蛮重要的一个转折是之前媒体的一个民调 那在我已经多次表达并没有这样的规划的情况之下 那其实仍旧有15%的亿兰相亲 他们表示说如果我出来 他们要支持我 那这个对我来讲 我真不知道怎么形容 但是这个在我心中是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一个声音 一个感动 那当然如果说我有 最后有决定要出来做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 去争取民众的一个胜利 邱淑提是罗东媳妇 曾经担任宜兰县卫生局长有地缘关系 对于要不要参选宜兰县长 邱淑提一向表示没有计划 但是日前宣布要参选的前宜兰县副县长林信华 忽然宣布退选 再加上邱淑提获得基层支持 这也让他审慎思考 他表示尽管家人反对 但是中央跟地方都劝禁 所以将会在两个星期内做出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